今天想拍一個LV的Hall 這個Hall裡面的包包其實大部份我已經用了 如果你們還沒follow我instagram的話 也可以follow 因為始終我的instagram每天都更新 而且拍照 不像拍片 拍片要多點時間去製作 還有try on 所以很多時候我用了包包之後 我就會拍照 之後會post上我的instagram和微博 如果還沒follow的話也可以follow 而且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請大家like這個video 事不宜遲 現在馬上開始 我們由細健D講起 由這個講起 其實我已經知道他們是什麼 就是這個 有一個袋子 是這個筋 這個筋是類似圍巾那些 但用來做什麼 我很少說戴這些 或者窄頭的 我放在Perset Matisse 那款包包的handle上面 可以保護他們的handle 因為有時候handle可能是淺色一點 或者有時候洗完手 或者不方便抽包包的時候 有這個筋去保護 我一會兒會示範給你們看 這條筋其實蠻signature的 就是LV的Monogram 而且它也有淺色這個 叫做Reverse Monogram 其實我也蠻喜歡淺啡色的設計 而且看清楚一點 它是有這個 平時LV有些包包會吊了這些鎖在上面 整條筋都很漂亮 是比較classic 少少款的這條筋 而後面的設計也有少少不同 好 下一樣 也是同一個小小的盒 也是同一樣東西 也是這樣布袋 就是這一條 也是一樣的 這個筋 其實它們的尺寸有些分別 可以看到這個 尾尾是平腳 而且看到是粗過這一條 這一條就是這樣斜下去 那個款式有點不同 但用處其實也是一樣的 這一條也是有兩邊不同的花 這一邊也是classic的Monogram 就是所有LV Logo 而後面也很漂亮 有一些包包在上面 很多Speedy在上面 超級漂亮 每一個Speedy都不同顏色 超級可愛 進入包包 我們先開這個 這個 就是Persimity 就是這個 保護這個handle 這個款式 真的很受歡迎 現在還有Waiting list 我自己也是在Waiting list上 終於買到這個 這個 這個其實我印象中 好像沒用過 是近鏡的 有一個Reverse Monogram 其實這個顏色 真的很大地 顏色 後面是淺啡色 開口就是這裡這樣按 這樣打開 它的帶在裡面 就是用這個淺啡色 而且它裡面的質地 比較有趣一點 是滑滑滑的質地 好像絲絨 絨 然後有1 2 3 這個比較小一點 都安裝到很多東西 這個 這個的實潤性 是很高的 網上也是很多 很平的 這個 後面有一個拉鍊 我很少用這些 暗格拉鍊 除非可能很緊急的時候 不知道放電話在哪裡 我就會塞電話 但平時也很少開來用 然後我示範一下 我是怎樣去 把這個絲巾放進去 其實很容易 我也打算用這一條 因為也配上它 是一個Reverse Monogram 這樣 只是這樣 讓我收回這個 拆好它 就是這樣 圈著這樣 如果我想對稱的時候 可能也要一些 時間去弄對稱 通常是去到這個位置 還有視乎你是哪一款的筋 好像我剛才 有另一款的筋 可能會短一點 沒有這個那麼長 然後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圈著圈著 大致上是這樣 我也要剪這個牌 而且可以綁得漂亮一點 但時間關係 放了這個絲帶之後 整個包包的樣子都不同了 下一個包包 其實是同款 已經綁好了絲帶 就是這個 Summer Trunk Collection 這個Base是Monogram 再加上這些畫 在上面 這個款真的很適合我 因為我很喜歡粉紅色 而且它 總之做得很漂亮 這個款 它的筋都是同一個collection 所以很配 開也是一樣 跟剛才那個 也有一條帶在裡面 這個就是它平時Monogram 顏色的帶 這個裡面 質地有點不同 跟剛才那個 就是一個 類似Cotton的質地 是會髒的質地 容易髒 因為始終是淺色 但也OK的 格式全部都是一樣的 這個款式的包包 而後面也有這個畫 在後面 整個包包也有 連底布也有 超級漂亮 這個 而且我也知道這個款式 這個collection 可能不是每個人的杯茶 但真的是我杯茶 而且它有另一個顏色 也是這個collection 我也很喜歡 也是Prescent Matisse 這個是 這個cream白色 是米白色 還沒去到白白色 這個是真皮 不是Canvas 可以近看 看到它印的LV logo在上面 也是一樣 有這個筋 我配合這個黑色 因為黑白好像挺漂亮 而且其實我的筋 可以有空轉一下 我可能今天這個心情 想用這個 也OK的 看看你怎麼配 而且這個筋上面也有些金氣 金色 所以它本身這個款式的包包 所以可以配襯 這個是容易髒的裡面 加上白色 帶子的襯分 它本身包包的顏色 後面 旁邊 最後一個Prescent Matisse 就是這個 這個Nude的顏色 有一點點Tan Tan Nude的顏色 也很容易配襯衣服 這個顏色 也是一樣 是真皮 印了LV logo在上面 其實這個已經用了 但我記得那時候 好像絲巾未到 所以我還沒扣 那個絲巾 也是容易髒的質地 但它的顏色 是配襯本身 Nude的顏色 Tan的顏色 下一個就是這一條的筋 這一條筋 也是比較名牌的 就是LV的Monogram 它四個角都有這個炮紋 而這邊這個角 會寫著LV 炮紋也蠻配襯 因為配襯它 啡啡色 有機會可能有整條都是LV Monogram 但趕時間要用 所以後來買了這一條 而且也蠻漂亮的這一條 就是Kochella很大風沙 所以這樣包著 打個結 不會吸入太多沙 這個筋也有很多用處 真的可以當圍巾去用 或者當頭髮 綁在頭上 當頭褲 或者當衣服 可以這樣摺上一個三角 然後我有一個麥克風 但大致上你們明白 就是這樣後面綁一個 比較暴露一點 可能去一些Festival的時候 其實也看到很多朋友這樣穿 這條筋我已經洗了 因為去完Kochella之後 真的很骯髒 很多沙黏著 我等了在洗衣機洗 說明書說不行 但是我也試過洗絲質 因為我的床單那些 其實全部都是全絲 只要用適合洗衣液 就是用一些 洗衣液專用來洗絲質 而且洗衣機的設定 要set這個hand wash 就沒問題了 我覺得它沒有之前那麼滑 可能是我沒有滑燙的 如果說輕輕用微溫去燙的時候 這個絲巾其實就會滑 不用每次都要帶去Dry clean 因為它的說明書是這樣寫著 因為比較貴 而且我還是喜歡自己洗多一點 因為感覺 自己知道有沒有洗乾淨的 這個就是我的方法 如果有朋友怕傷害了這條筋 其實也可以拿去Dry clean 好 下一個了 就是這個很大的盒 一個包包包 不要打開 讓我拿出來一起打開 就是這樣的 好漂亮 這個 這個還沒用的 就是這個summer trunk collection 超漂亮的 這個 很難選擇 我待會下一個展示給你們看 我不知道選擇哪個好 而且我這個款式 其實我也很喜歡 我有它是monogram的 裡面是粉紅色的 非常喜歡 而且很實用 而且LV的包包 不用像Chanel那些 那麼寶寶 因為始終它 這一款 這些是canvas 不是真皮 所以如果真的弄髒了 都容易一點去打理 接近鏡 真的很漂亮 粉紅色 而後面也有 底部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索帶 而且它的帶可以有兩個背法 這個就是短的背法 也可以拆掉這個扭 這兩邊 變成長的背法 可以斜背 這個包包 但我最主要是 側邊短去背 裡面也是一些 滑滑滑的 裡面 裡面是白色米色 所以真的要比較小心 兩大格 然後中間 有一個拉鍊暗格 真的很實用 這個包包 下一個我已經用了 就是這個 是不是真的很難選 兩個都很漂亮 也是同一個collection 所以可以看到 只是顏色有點不同 這個就是用他們格仔的 做base 之後有淺粉紅色 淺藍色 女仔很多 這個 其實那個也是女仔 因為始終是粉紅色 但這個感覺好像年輕一點 不知道選擇哪一個款 兩個都是我最喜歡的 有粉紅色 裡面 起初我也在instagram做過投票 他們也是一半一半 而且起初我 知道這個款式出了之後 我也跟我的SA說 誰好呢 誰好呢 後來我的SA說 可能兩個訂了 因為始終怕 這些limited addiction 會斷市 到時候想買都買不到 所以我訂了它 打算到時候再看看 如果真人看到 可能跟照片有出入 但是真人收到之後 兩個都 對 不想放棄其中一邊 所以後來我保留 裡面 裡面也是一個淺米白色的 也要小心一點去用 而帶子也是一樣 可以攪長一點 當斜背用也可以 但我最主要就是這樣去背 好漂亮 而且你們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看看你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選哪一個 這個 還是這個白色 好了到最後兩個包包 也是summertrun collection 就是這兩個 兩個都保留了 這個是neverfull 因為當時limited edition 都會出一些 他們最signature的style 所以neverfull是他們最經典的 也是那句 兩個都很漂亮 兩個都不知道 不想放棄其中一放 所以兩個都買完了 我可能先說這個 其實裡面沒有東西 但也有點重重 就是近鏡這個 多了這個 LV 因為剛才那個是沒有的 我在說這個 是比較大一點 而且他們limited edition 只會出這個中尺寸 而後面 超級漂亮 裡面 就是包了一個 的pouch 就是配合它 本身這個設計 這個pouch也很漂亮 超級超級漂亮 而這個pouch裡面 哎呀 那個質地跟這個一樣 都是米白色的 比較容易髒 這些pouch我其實也比較少用 就是這樣 裡面有一個暗格在這裡 超級實用 這個很大 可以裝很多東西 這個包包上飛機也很方便 因為平時可以帶一個carry on的行李箱 再加上一個personal item 可以帶這個大的包包 放在on top的行李箱 挺漂亮的 而這個 很漂亮 它也是有一個 這個logo在這裡 不過是圓形的這個 而後面 裡面也是包一個pouch 就是這樣 那個顏色跟剛才那個一樣 好 到這個haw 最後一件東西 就是我已經穿了 就是這一雙的波鞋 已經穿了兩次 然後看看怎樣 因為鞋底有點髒 這個波鞋非常難買 現在也是在waiting list的這個 這個 就是他們有白色為主 這個 然後他有他的monogram的設計 在前面 以及旁邊 比較大隊 穿起來 因為始終是白色 而且他頭頭這個位置 這個是托了出來的 但穿上腳之後很帥 在街上也有人稱讚 這對波鞋型 後面這個位置 也有他們的monogram的設計 已經髒了一點 因為始終是白色 但這些也很容易清潔 因為始終是他們的膠 可以用清水紙巾抹 我選擇自己的尺寸 36號 起初可能怕偏小 但剛剛好 而且我發現LV的鞋 我通常可能35號半 或者有時35號 但這一雙36 剛剛好 LV的波鞋非常好穿 但他們的平底鞋 一般 Chanel比較好穿 平底鞋而言 Chanel的波鞋不好穿 所以有好有壞 但真的很漂亮 他們這個款式 而且現在也很流行 很多instagram也有這款鞋 但可能不同顏色 好了 這些影片完成了 希望你喜歡 你們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看看你們在這個Hall 裡面最喜歡哪一件 而且你們又喜歡哪一款更多 他們這個collection 又喜歡這個白色 還是這個monogram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這個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還有微博 拜拜 拜拜